HELLO,我是NOW TV的CEO PINKY 見到我,當然又和大家回顧上星期觀星台最精彩的片段 其實每個星期Winchy都會請來不同的星級嘉賓和他一齊談談近況 這個星期就請來李克勤 克勤除了做爸爸之外 現在更貴為新老闆 他新開的餐廳不知道又有什麼招牌菜介紹給你們呢 恭喜我老闆,恭喜 我們這些是小的,比你家的 也不少,這裡的裝潢也很大 還可以了,還可以了 我為什麼會無緣無故搞這個飲食 祖輪友一直給人的印象都是街坊,很平民化,大健夾底食 正如一碗雲吞麵 我自己就很喜歡吃雲吞麵 是,因為我十多年前完全不能吃蝦和蝦,因為我皮膚敏感 我現在的補發是沒有的 經過一次機緣下合之後,能吃回來 知道能吃回來的時候,嘩… 放下吃飯 最近經常見到月餅廣告 即是中秋節又來了 不過,身為女生,當然不可以為了吃 因為中秋節一到,即是秋冬季又來了 當然又要治一下新妝 這星期的女王嫁到,簡直是女王出巡 因為她聯同形象指導Ricky Korg 一起去到中環,跟大家搜羅一下最新的秋冬妝 想知道今年的秋冬流行甚麼?馬上去看看吧 Vicky,我想問一下,接下來的秋冬季流行甚麼色 其實冬天大部分都是流行黑色 但今季很特別,會流行一些 早紅色或紫色的顏色 例如Anna最新的打扮者 看到了,例如早紅色鞋 加了腰果花的圖案 整個感覺又觸碰到黑色元素 看起來會精神很多 那些背心其實令女士們有點冷 那有沒有遇寒的東西可以提供一下 當然,因為冬天一定會有頸巾 譬如今季流行的頸巾也挺有趣 譬如用頸巾或這個大層巾 也有竅門 第一個方法就是普通搭上去 很優雅、典型的用法 第二個方法是 可以連接大的扣針 接著可能就這樣勾到肩膀的位置 不退症效果 可能看到肩膀大了 即是高低的感覺 整個Volium就有點重量 但得來的感覺會看起來更順暗 是 上星期的《海琪的天空》 就請來阿葛郭文輝 他還跟海琪一起聊聊 他們老四年一起在商台的日子 大家都知道阿葛早前在台上表演的時候 就暈倒了 所以在這一集 他也說是他自己對生死的看法 那次你陪回了生死邊緣 算是 是嗎? 假設你剛才說過 我真的兩腳一身 翌日摸命怎麼辦 我們看看 究竟那時候人家說的 有道白光引導你 是不是真的 喂?什麼白光? 暈光行不行? 那些天堂怎樣? 天堂之路 會很悶嗎? 還是地獄比較開心呢? 雖然你有痛苦 聽下去 但好像花神多點 那時候不是很害怕 反而就像什麼 好像暢透了 不需要害怕 其實你過身 你沒事 你繼續 大家就哭哭哭 然後很多事情要煩 安置神偉等等 然後旁邊的人怎麼看呢 我唯一會怕的是 怕旁邊的人傷心 上星期的娛樂審死官 法官梁思浩就真是有料爆了 在很多年前 他就說自己拍過周星馳的戲的時候 因為受盡冤屈 所以法國勢說過 我以後就算黑食 都不再拍周星馳的戲 嘩 爆啊 那時候因為我們TVB的同事 而當時我們拍了一個電視劇 他做我的歌 由那個電視劇開始 我們成為朋友 他們的劇組就打給我 他說星爺找你做戲 我當時真的因為我在天津 因為我和他也是朋友 我就下來 打算拍《國產007》 去到現場 我以為我和他很朋友 我就叫他 喂 星仔 然後他的態度是完全 等時那場戲是拍我打靶的 我就說 導演 你想怎樣拍 哭啊 哭啊 做演員 哭啊 我認識的 我說導演 怎麼哭就快 死了老爸 死了老爸沒有 死老爸這樣哭給我看 死老爸 然後 很黑心 對白呢 不用對白 1 2 3 4 5 6 7 數到100 就一直哭 一邊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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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哭 我又很幸運 我第一個演員哭到 聲勢力揭 對 聲勢力揭 我說怎樣 導演 行不行 不行 再哭一邊 哦 那怎麼哭 死老爸 死兩次那隻 哦 好 再來 好 我那晚總共哭了 17次要有眼淚 哭了幾個小時 哭了八個小時 然後 完結之後 你力詞哭完 跟我說 其實除了第一個拍 之後 是沒有拍攝到機 嘩 我的眼淚 即是沒有拍到 沒有拍的 即是還明玩你 是明玩你 我有份主持的Fusion搞作 這一集就請來年輕仔 阿嬤 林子祥的兒子 林德順 當中更加自爆 和爸爸的趣事 想知道當然不要錯過 因為當中 星級廚師阿Ken 更加會和Alex 教他的廚藝 至於今集的海琪的天空 就請來Karen莫文惠 我去和海琪兩個女人 不知會談事業還是談家庭 記得千萬不要錯過了 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見 拜拜